大家好 我是家吉士 家吉士行船里 去年在推動優先廚房 一星期三天扮你老人共餐 社区的頂部只要幾乎共餐金 就能夠做回來吃中道等 來這裡開港 身為社区贏做的電話 不過雖然天氣變炸 既然煩惱廚房裡面準備的食材容易壞掉 家吉士託生三十歲在爭議後 公開關上一台便宵 今天在議長小叔的競爭日下 由幸船里里長劉冰文代表接受 在港義七議長小叔的競爭日下 剛才塞主會由 中美大集議員選擇的孫冠旨代表 將冰箱廣後行鑽人文貫協協會 未來將提供利益的優先廚房使用 讓參與共產博物的老實大 不需要再歡樂因為天氣變炸 東西容易壞掉 隨時都可以享用到新生的實在 我們嘉義區 看來市區的議長 消失利益議長 他也對我們老年共產 我們非議長的跟我們同事 都出年出來跟我們搗三天 我們這次也非常感謝他做人 再來就是感謝我們孫冠旨 我們生立的時候就出年出來跟我們搗三天 今天這個冰箱也是一樣 都出年出來跟我們搗三天 我們這次的社會 我們這次社會 國際 把我們搗三天 讓我們老年共產 可以繼續來做下去 行鑽人瑜伸瑜伽有自己的冰箱 可以放東西 讓社區長會很高興 以自己出來來出現這次的冠軍 議事會無奧推出 就是特下三天主會會員 剛議期天佑會的理事長孫冠旨 現在是提會理事長孫冠旨 以及我們桃城獅子會 大家的共同努力 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之下 終於成立了這個 新村社區的老人食堂 那現在有建議就是說 冰箱的缺乏讓老人的食物 他的食材能夠更加的新鮮 所以今天我們桃城獅子會 以及在各地方人士的熱心人士之下 捐贈了冰箱一台 以方便能夠讓大家能夠有 這個經濟的共享 新鮮的食物來共襄這個盛局 剛議期議長孫冠旨 也特別是來競爭這項 全萬議議的冠軍縣 他沒有當接新婚 到日本的市長選戰的一 也當中來答應 足夠可以順利當選 將會鑽列來推動社區老人的共產 好不 今天特別謝謝我們桃城獅子會 捐贈了一部冰箱給我們協會 那麼讓我們整個長輩們的用餐 能夠更為新鮮 更為營養 更為衛生 那麼也讓我們這個大家庭的長輩們 能夠因為有這個社區關懷協會的存在 讓他們發現這個社會是溫暖的 除了有政府的這個資源以外 他們還有人間的民間的資源 那麼我相信將來蕭淑利當選市長以後 我們希望對於高齡化的社會 我們要提出有利的政策 不僅僅由我們這個協會來做 目前是他們全額自己做 政府完全沒有補助 我們希望由我們政府來編列預算 來各個村裡來成立這個老人食堂 讓他們能夠呢能夠收到這個政府的這個照護 政府的主委優含民間的愛心無窮 幸存優勝獨房在幾年裡 可以用一禮拜三天辦理到老人共餐 只要設置在行餐裡 六十五歲以上的頂尾 開招募的共餐金 就可以當作為來吃到到等 現在還有民間社團說 關鍵的冰箱 讓老市團吃到更加安心 也頂起在社會的領紀力和民間的愛心關鍵 最新新聞 東京民 王秀蘇跟李琦 蔡宏佛道